我想要請教的 就是這件事情是誰 指揮憲兵隊去處理的 這應該是保防安全處吧 是協調他們去處理 爭處這件事情 是保防安全處還是政戰處 政戰部 對不起 跟委員報告 保防安全處就是屬於政戰局 保防安全處就屬於政戰局 所以是政戰局下令的 政戰局有權力指揮憲兵隊去做司法偵查 法委員我們沒有這個權力 我們是提供訊息協調 提供訊息協調 所以你今天的報告寫的是說去做行政調查 請問行政調查可以對一般的人民做行政調查嗎 什麼叫行政調查 你們有法務吧 保利事務司 代司長 各位好 我是法律事務司的處長 是 什麼是行政調查 行政調查它就不適合司法的那個層面 行政調查它不適合司法的那個層面 不涉及法的層面 對 這個事情我們的了解是 政戰局他們獲得相關的訊息之後 他們就告訴了憲兵 由憲兵他們來做後續的司法相關偵辦的動作 所以你今天的報告上面寫的說 好 審視網民這個內容呢 以及考量網拍文件涉及相關人員 各自及立案實施行政調查 所以這個到底是行政調查還是司法調查 你們今天的報告 你們今天的報告 第一頁 第二點 倒數第二行 對 報委員 他這邊要表達的是說他們 政治作戰局 他們是利用他們的內部的機制 在做一個行政的調查 而且釐清相關的管道 然後通報台北線民隊去做行事的政調 他這兩段是分開的 好 為什麼做行事正常 因為一般正常國家政府機關的公文 不會在外面的網站上面來做一個流通拍賣 那這個是屬於一般的行事的偵查 還是屬於軍事的偵查 這一般 先民隊收了這個案件之後 他們認為有可能涉嫌到髒物跟妨礙秘密 所以他們立了這個相關案 好 那為什麼會有妨礙秘密 依照你們這個所謂的國家機密保護法 你們自己講的 這是你們的保房處的副處長張國毅上校 指出說國家機密保護法在2003年實施後 依照規定兩年內如果未依權者重新核定及解密 所以呢 已經解密的東西 為什麼還會有所謂妨礙秘密的問題 我已經跟委員報告這我們分兩個說明 第一個他們是要把東西拿回來以後 他們要做一個綜合的判斷 它這個東西可能是一頁 也可能是一份 也可能是好幾頁 所以說這個是要由原產機關去做一個判斷 好 去做判斷 但是顯然這個50年代到現在 不管怎麼樣就是已經超過兩年 對吧 所以它就不會是一個機密的東西 這裡怎麼會有妨礙秘密 你們今天已經發生這麼重大的事情 你們今天的報告真的是非常的荒腔走板 第一個 你們上面寫著說案情摘要 上面寫著 本部簽於105年2月19號 查獲衛姓名人於雅虎期末拍賣網 個人網頁以白色恐怖國防部檢舉機密文件標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owerPoint 是不是幫我們播放一下 好 這是民間他們在這個所謂的TPP上面這個放出來的 好 它上面寫的是什麼 寫的是古董文物6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 文獻某某人台獨活動案 哪裡有一個機密在那裡 你們今天要做報告 你們連整網頁上所寫的標題 都跟你們的標題不一樣 報委員 報委員 這個網頁是衛星名人 他可能去取得這個資料上面所登的網頁 但是衛星名人 他委員看到這個案情摘要第二行開始的這些相關的標題 他不是在這個網頁 他在另外一個網頁 他準備要賣這些東西 保護安全處看到的是那個資料 這就是他要賣的東西 所以上面都有標記啊 好 不管怎麼樣 這個第一個就是說 已經解密的東西 他本身就不構成妨害秘密 然後什麼叫做章物 這是哪個人犯罪的 這是你們政府官員 自己留走出去 所以是章物是不是 報委員 他們是覺得說有這個嫌疑 那憲兵隊用這個立案之後 將來移到司法機關去 檢察官 本來就不會受到憲兵移送的相關的條文來拘束嘛 檢察官是就這個事實 你們既然是有嫌疑洩漏的 為什麼你們行政調查 不是調查內部 誰為什麼把這麼重要的所謂的機密文件 流落在民間 而且這是五零年代六零年代的 而且已經經過六七十年了 沒有人去調查 然後今天有人在網路上賣的時候 你們才用一個所謂的章物 所謂的妨害秘密 然後就開始大肆的搜索 而且好我再問你們 市報委員跟委員報告 他這裡的行政調查 就是委員您剛剛說了 他們就是在內部 在了解這個東西 到底怎麼弄出去的 最後一句話 同時通報台北憲兵隊爭處 這個是就刑事的部分 送到台北憲兵隊去 原先倒數第二行這個行政調查 是保防安全處 他們自己內部 在看這個文件 到底是怎麼流出去的 好處長 今天事情發生了 部長 我們希望你們的懲處 是大家 不是把他全部就堆到 把他推給最底層的那個憲兵 然後把他開刀 然後事情就解決 在昨天發生的時候 我們打電話去問 政治作戰局告訴我們 是你們政治作戰局 下令給這個 給這個所謂的憲兵隊 叫他們去查的 所以當然你們講說 現在你們又講說 這個政治作戰局呢 他只是要求行政調查 所以是憲兵呢 指揮部呢 他們自己呢 大動作 所以錯在他們自己 是這樣嗎 他講的行政調查 是保防安全處裡面 自己要了解到 這個文件怎麼出去的 好 那我們再了解一下 這件事情在2月19號發生 到今天除了現在 所發生的這件事情 以外還有幾件 國安部有沒有去瞭解 因為在網路上拍賣的 不是只有這一件 就是這三件 他這一次是三件 這是只有這個當事人啊 我說還有沒有 其他當事人受害 一樣用你們用這種 威權時代的這種手法 然後他們嚇的 連出來申訴都不敢 沒有 確實沒有 我們會在網路上公告 所以有 有受到同樣這樣 待遇的人全部都出來申訴 是 絕對沒有 那另外好 今天你們的憲兵 有司法調查權嗎 報委員 憲兵依據刑事訴訟法229條 230條 231條 有司法權 有司法調查權 那是不是要在 檢察官的指揮之下 是不是 是不是要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可以 在檢察官的指揮之下 可以 所以也可以不用在檢察官的指揮之下 自己辦是不是 自己辦 然後證據自己收集起來 然後自己把它銷毀 可以這樣子嗎 報委 我們一定會做完整的證據的收集 也絕對不會去銷毀任何的 好 那你們證據的收集 為什麼到今天 2月19號到今天已經是3月7號了 你們這個今天國防部的這個聲明裡面呢 還會講說我們盡快的把證據移告給檢察官 你們依照刑事訴訟法 你們是屬於司法警察 就必須要在檢察官的指揮監督之下 去協助檢察官 去做這所謂的司法的偵查 所有所收集到的證物 全部都必須要交給檢察官 甚至你們沒有在檢察官的指揮之下 你們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夜間詢問 同時沒有告訴當事人 他的權責 他可以指定律師 你們這些的 當事人應該有的權利 你們全部都沒有告訴他 這些當事人應該做的權利 我們都有告訴他 好 你把你有告訴當事人的資料拿出來 你們也把訊問筆錄也拿出來 你們憑什麼可以不在檢察官的監督 檢察官完全被蒙在鼓裡的情況之下 自己施設刑堂自己在那裡訊問 我們原來還以為你們只是詢問 結果今天你們的報告在第二頁裡面 你自己寫字 蓄製該對製作訊問筆錄 所以你們是訊問 而不是詢問 而且是訊問到21點35分結束 所以是屬於夜間訊問 這個都是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今天你剛剛講的是 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去做司法的偵查 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就必須要依照刑事訴訟法 整套所有保障人權的制度去做 你們有做嗎 我們剛才委員所提到的當事人應該知道的權利 都有向他告知 也有完成 請你們把這些證據拿出來 另外你們說 一方面是訊問 另一方面第二天又變成說 感謝他主動提供國有的精密的資料 說要給他一萬五千元 你們這簡直是互相打自相矛盾 是 報委員那個 當初我們之所以這樣做 最主要還是希望他能夠主動提供我們一些相關的資訊 就是我們想要追求 他有主動提供給你們嗎 是你們 你們用釣魚的方式 然後去把人家引誘 然後到人家家裡去搜索 然後現在後來 然後第二天發現情況不對了 然後趕快要去叫人家 對不對 所以也請你們把這個所謂 要他簽的這個同意書 那個切結書拿出來 看那切結書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原來的切結書 不是你現在製作的切結書 是 那另外呢我們在這裡也要求 部長 因為現在我們在想轉型正義 在發生在228事件 還有這個所謂的560年代 所有這些白色恐怖的這些的事件 我們希望說能夠讓真相大白 因此我們希望你們所有的這些的文件 在我們的這個政治檔案法通過之前 不要銷毀可不可以 全部保存下來可不可以 委員現在我們所有的都按了檔案法來做 我們其實這個案子我們就是想了解 我們內部怎麼會把機密文件搞掉 到底在外面還有多少在流通 所以才會一直很想去了解 其實我們就想知道我們內部到底有什麼 為什麼我們的檔案會留在外面 到底有多少 我想你們要去了解的太多了 因為事實上在我們的檔案法通過之前 所有的這些的機密檔案都把它當作垃圾處理 也就因為它被當作垃圾處理 那時候還沒有睡紙機 或是你們捨不得去買睡紙機 我想那時候應該是沒有睡紙機 所以呢就全部把它當作垃圾處理 所以才會流落民間 所以這些東西看你們要怎麼樣去把它處理 但是我們希望你們不要去銷毀 因為那是歷史的這個見證 是 報偉我們不會銷毀 這個我們知道外面有的 其實這三件我們也沒有銷毀 那另外呢有一點就是我們希望你們所所立的這個所謂的專案 這個什麼名人 名人販售就是你們所成立的這個專案 是不是能夠把它廢止掉 這個專案還繼續存在嗎 委員講的是哪個專案 就是這件事情的專案 你們就是因為用這個所謂的什麼名人網路販售 我們已經移到北檢了 北檢要主動調查這個案子 他不只是調查這個案 他也要看我們有沒有疏失 你們有一個 名人與網路涉嫌販賣1960-1970年代的文件案 以髒物罪跟妨害秘密罪來做調查 是不是可以把這樣的一個專案停止 可不可以 移送的名稱它不是專案 沒有你們是用這樣的一個專案 在做大事搜索調查 這是你們的第一天的報告寫出來的 國防部的專案可以立刻停止 這個政治桌戰部是不是有這個專案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專案 國防部針對這個案子有一個專案 有這個專案嗎 就是名人與網路涉嫌販賣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文件案 是不是有這樣專案 是 是有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可不可以停止 國防部的行政調查可以停止 但是 憲民指揮部要尊重他們的看法 部長可不可以把這個專案停止 如果國防部停止的話 他們後面那邊 除了就看北檢那邊 好不好 你要去收集可以 那是民間的財產 你要用錢去買可以 你不可以用戒嚴 白色恐怖的手段 在這個以前金總的這種手段 在去對人民 在去對人民